这么的太超过 就比如说你不能下一个很耸动的标题 然后其实内容不是谈这个 虽然说这样大家可能会因为标题而点进去 可是这样就有为科学我们的初衷 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又有更多的限天限制 那我等一下会分享一些我怎么做的方式 好 那在讲社群行销之前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思考两个问题 那这个包括很多公司行报可能都没有想过 好 其实这非常基本 第一个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去经营一个社群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经营这个社群 你希望里面是哪些的 那目的的话其实有很多 就是这边只是随便举几个 那可能对于就是商务公司来讲话 他可能希望说这个社群经营起来是可以导购 也就是说吸引大家点进去买他的东西 好 那如果是一个就是像苹果日报 他就是靠流量 或者是像一key to day他靠流量去赚广告费的话 那他最大的目的当然就是导流 好 那这个目的有很多 然后再来就是说可能是经营品牌 比如说像Property啊 或者是goochie啊 他们也有facebook 可是呢他不会预期说他在facebook上面可以吸引别人来买东西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他们预期会购买的路径 所以呢他们在facebook上面经营的是一种品牌 那最后呢像假设像黑色的导播青年阵线啊 或者是像台大议论坛新闻议论坛 或者是像我们范科学 其实我们在经营的是一个媒体的通道 也就是说呢我们平常就是经营一个一群社群固定来关注我们的讯息 所以当我们的讯息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管道去让这么多人看到 所以这是我们的目的 好 那当然你还可以设很多不同的目的 那当然这个目的可能会有一些改变 比如说像范科学一开始成立的时候 我们当然会希望说网路让越多人看到越好 所以其实facebook上面就是最大的目的对我们来讲就是导流 那后来呢因为就是 其实网路啊就是如果你一个网站 大概超过七成的流量是透过facebook 那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facebook会不会临时倒掉 或者是说他突然跟你要钱 而且很高高的你付不出来 那你这样的话 你没办法继续在facebook上面让更多人看到的话 你的网站就死了 所以说那时候我们意识到这件事情 我们就开始有一些策略上的调整 那希望说透过facebook倒进来的比例可以降低 那后来也确实有一些效果 我们就降到50%而已 也就是说剩下50%的流量是从其他地方倒进来 好那既然我们达到这个目的之后 我们就开始转型 所以我们后来经营的目的会变成说 我们是经营一个管 一个通道 所以让我们有讯息的时候可以扶到这么多人可以看到 后来我们的目的就难了 那为什么我那么强要目的呢 因为其实目的会影响你要打的受众是谁 还有你要用什么方式来打 而且呢这对于就是基层的编辑来讲非常的重要 因为假设今天你的老板说 我们公司要做社群网路 然后你就去开一个粉丝团 然后呢你好不容易咬到8万多人 然后你老板就说 可是从粉丝团倒过来买我们东西的人超少掉在干嘛 然后你就会很错愕 因为其实你一开始就没有先设定好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那如果假设你一开始的目的就是导流的话 你的策略就会就要尽量去达到导流这个导够这个目的 那如果你没达到的话 那就表示是你的问题 可是如果说一开始你连目的都没有确定的话 那你后来就很难去评估这个绩效 那再来就是讲户 就是说你的社群的这些成员到底是要哪些的 那这些有很多设定的方法 比如说像我们的话 我们会设定成说最核心的人是这些有理工科背景的学生 那对于一些就是谈亲子产品啊 或是教育的粉丝团来讲 他可能目的是这些学生的家长 就是中学生的家长 或是小学生的家长 那如果假设你是卖像是瘦身产品啊 或者是一些就是职场经验的课程的话 那你可能打的课群就是小资的上班族 就是说他有一点点钱然后是社会新鲜的 然后他有这进修的需求 那你就可以设定说你要打的是这一群的 那也有可能你是卖旅行用相机啊 或者是旅行设计之类的那你就可以打说是鱼额 爱好者所以其实这些那个条件是靠你自己去设定 那你怎么设定就是哎呦你后来要怎么经营 这是问答会讲 那以办科学来讲好我最希望的我最终的目的 其实希望说大家可以很自然而然的在生活中聊科学 那因为大家大部分就是有一群人他们花很长时间在facebook上 所以我认为说我要达到这个目的的话 我要在facebook上面跟大家聊科学 好那这一群人呢 我就是稍微就是有一些资料然后就发现说在facebook上面一天超过六小时的人 那大概是这一群就是18到30岁的这一群人好那我既然要让大家在生活中聊科学 然后要扩大我的媒体影响力那这一群人他又对于facebook非常的熟悉 所以我就会针对这一群人去去铺我的行销的策略 好那我这边先讲一下就是说呃 大家要怎么分析自己的读者群或者是说你经营了一阵子之后你不确定说你这群读者群是不是跟你一开始预期的一样 好所以这边有几个方法 呃第一个我先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宏观的角度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很细致的去看到说这个人他在哪里上班然后几岁然后什么背景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可是呢我从一些数据可以看出这一群人大概是怎么样所以这是宏观的方式那宏观的话就是有一些数据比如说像facebook他有这个叫做洞察报告 好对那他他里面的资料非常的丰富然后我就先举几个我觉得有个代表性的那个数据来跟大家分析 这个是说在你粉丝团上面订阅的这群粉丝他一天他大概在什么时段上facebook 所以以泛科学来讲好了就是可以先看这个灰色的区域灰色的区域是就是不管星期一到星期天反正他就平平起来好 然后你会发现说高峰差不多是11点左右然后差不多12点之后都会掉下来然后最少我们看的时候是早上6点然后呢中午过后下午之后就会开始攀升然后从晚上9点之后就会有一个攀升 所以这对我来讲有几个启示一个就是说我如果要推贴讯息的话我就会尽量在这高的时候可贴而不是贴在这时候因为这时候贴没什么都看不到 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不是每个粉丝团的行为都一样可能有些那个高峰是10点然后之后就掉下来那显然说他的客群大部分是早睡的 那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这一群耳白他的生活模式就比较晚睡然后可能很晚还挂在网路上所以呢我就这又比较符合我预期的那个受众而且呢就是表示说我晚上贴讯息的时候还是有人看到那最好是深夜夜猫怎么会关心的议题对所以这些就是可以看那还有就是呃你也可以点就是各星期比如说星期一的啊星期六星期天的那他这个都会稍微的不太一样 那像饭科学来讲啊我就不太会在礼拜天贴讯息因为看的人就是有限对那就是每个粉丝团都可以看一下 好然后另外一个是以就是粉丝的性别还有就是年龄的组成那我先讲一个这个是所有按赞的人假设以饭科学来讲就是有12万人所以在这个数据就是从12万的里面的资料去做分析的好然后后面这个灰色的啊是全部Facebook他的 资料就是说在Facebook上面全部全世界有46%的用户是女生然后呢有54%的用户是男生那这也有就是各年龄的比例好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有一个有趣的也就是说假设像25岁到34岁我们蓝色比灰色蓝高显然说我们的粉丝团他有特别吸引女性读者关心的议题所以他才会比就是Facebook平均还高高出很多那那 男生这边也高很多所以也可以预期说那既然男女都特别高所以可以预期说可能我们的一些资讯是这个年龄层他族群会关心的议题那这个族群层他关心什么我们还可以就是等下有其他资料可以慢慢的盘起旁敲彻净这样好那像13到17岁因为Facebook是规定12岁以上才可以用所以像13到17岁这些中学生就不是我们的课群 因为可以看得出来灰色比蓝色高很多那这也很符合我们就是一开始预设的那个就是TA就是目标特决目标受众 因为就是我们就是想说大学生的生活模式可能没有固定的时间上网就是可能全天都上网或者是晚上的上网那中学生的话他就是白天大部分在学校所以他比较少时间在网络上那再加上我们写的讯息可能对中学生来讲比较没有吸引力他们可能比较关心的是神魔之塔今天什么时候可以抽到好牌之类的 所以那所以这边我们的课群就比较少那另外两个数据他可以找出就是关键的粉丝然后我等一下再解释什么是关键的粉丝好先讲说这个触及的用户触及的用户就是像说假设我今天是粉丝团然后我贴稳之后然后这个彭主任是主任嘛对然后他是我们的粉丝对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一个讯息很有趣他就先学到他自己的墙上那他的朋友又会在看到所以他的朋友就会被 被列入就是触及的用户里面也就是说触及用户可能会超过十万人那这里有一些有趣的就是说像以范科学来讲好灰色是所有的粉丝然后蓝色是触及的人那既然这两个非常的接近意思有两个一个就是说可能所有关心这个议题的人已经是你粉丝了你可能已经要跑回了所以你可能要去那个想办法去扩充你的粉丝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能你的粉丝里面不太 太多人喜欢分享对然后或者是他朋友不够多所以他触及的不会特别的多这是几个就是可以讨论的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挑出最最最最最关键的粉丝就是参与互动的人因为看到他不一定会参与互动看到他可能只是看到这一种贴文可是呢他要按赞或是share或者是那个留言这样才算出互动所以也就是说跟你互动的那些就是对你的内容 特别有兴趣的人好那这些人呢就是他的组成就会跟前面的不太一样好比说这个一样灰色是所有的粉丝然后那个蓝色是互动的那你就会发现说像35岁到44岁这群人可能超爱互动所以呢他互动的人就有超过就是那个粉丝的人也就是说他分享到朋友的墙上之后朋友都会在做分享或者是其他的调分那可以看到像18到20 24岁这些人可能就只是看过他就不会跟你有一些互动好那如果假设我要打的是我刚才讲的18到35岁所以我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就是去吸引这两个人的互动就是让他增加一点那还有其他好用的工具刚才讲的是那一件然后这是就是外面有一些工具比如说像这个呃他很多软体都可以伸出这个啊就是那个本师的互动那他的那个读 解读是这样就是他会把你的粉丝团放在中间然后呢他去把资料库里面的粉丝团去跟你的粉丝团就比较那看说哪一些粉丝团跟你的粉丝团的粉丝重叠最大好比说那假设我们12万人里面有10万人都爱过就是科学人这个杂志的站那就表示说我们重叠超大那你就可以那还有一些这个图还可以看出一些有趣的事情 比如说假设我从这个图里面发现说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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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或者是一些就是运动科学的内容那他们就会有兴趣去做分享好那也有可能就是摆过来操作就是说你预期跟哪个粉丝团就是读诶诶诶接近假设说我觉得我想要吸引一些比较知性的粉丝那可能我预期他们都会定就是蓬勃杂志的站那我就会设法去就是吸引这些粉丝来按赞 然后呢我再用这个图去鉴定说是不是他们有一些高度的成绩来衡量说你的策略是不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那这些都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事 好然后这个是一些就是网络行销公司他们就是自己工程师都会做的一个工具就是他去捞出你这个粉丝团里面有两种粉丝一个叫忠实粉丝然后一个叫意见影秀忠实粉丝意思就是说这个粉丝他跟你的训练 他会进行很多互动那不管是按赞啊然后分享或是留言好那为什么会有意见领袖呢我这边解释一下好假设说像这一个他是我的朋友然后他也是半科学的忠实粉丝头号粉丝你看第一名好那他为什么没有排在意见领袖里面呢原因是因为他可能朋友假设只有70人可是呢我不管半科学贴什么讯息他都会在下面讨论所以他是忠实粉丝但是呢他讨论的时候没办法触及更多人所以他就不是这样 意见领袖那意见领袖意思就是说呃因为Facebook他的设计是你只要在Facebook上面有任何动态几乎任何动态你的朋友都可以看到好那特别是share这件事情那意见领袖就是特别强调share而且他的粉丝或者是关注他的人超级多那像假设一二三四第五名好第五名这个是大家应该认得吧 林飞凡对不对然后林飞凡官是订阅他的就有超过五六万人所以假设他今天看半科学他跟半科学很少互动但是他只要一share就有五六万人都会看到对所以他是很重要的意见领袖那意见领袖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呃这个我不认识的正妹对但是他影响力很高有没有这在网络上是一个社群网络上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说呃不管正妹分享什么他下面都超级的互动所以呢这时候 就是对一个粉丝团来讲有好有坏好就是说呢你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这个讯息但坏处是说呢触及这些讯息的人未必是真的关心你的内容而是他他关心的是这个意见领袖对那这就要看你自己去很聊假设说你前期的话也许你可以为了充人数然后去多达这种就是在网络上就是呃他未必是关心你的讯息但是他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对那后期的话你可能就是要着重的是忠实本事 好那在刚才刚才讲的都是从数据然后你捞出一堆就是捞出一堆条件然后你就可以观察说这个受众大概何况那我现在讲的是从围观来看的话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个人这个读者他到底有哪些就是呃样报好举例来讲这个是我昨天贴的一张图那应该就做哥吉拉两个图吧然后其实哥吉拉被 觉得可能是恐龙啦那恐龙就是跟鸟就是又是近亲啦好anyway总之我们过去有一篇文章就在讲说小企鹅他打斗的时候他赢的他就会就是发出胜利的叫声那哥吉拉也是一样就是他每次打赢的就会就是扬天长笑这样好那我就贴了这张图之后然后底下就会有个按赞啊留言啊分享好那有趣的是分享这边我特别爱看分享因为分享表示说 他的朋友可能会看到这边的讯息所以我会特别关心是哪些人分享的这些讯息那他可能是哪些组成好那我如果假设77个分享里面可能大家有40个人是设为公开那也就是说我点进去之后我就可以看到公开的那个就是他分享以后他的朋友怎么互动或者是分享的这个人他下了什么注解所以我可以看到呃光是从这个表就可以看到两个就是朋友跟他有什么互动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注解那另外的是我还会花很多时间去看这每个读者那我就里面去看看他是比如说什么学校的然后什么经历然后喜欢什么然后可能住哪里之类的那那看起来就很像脱盔卡可是这就是Facebook的好处就是说你所有的资料就是你愿意公开在上面都有所以当这样的话我看久了我就可以知道说哪些人比较喜欢跟我的资讯互动或者是我想要设计怎样的条件 怎样的讯息让这些人来互动那我觉得这是从围观来看然后他跟宏观可以互补那另外就是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呃最方便的经营方式就是你就是资设那像我自己来讲好我希望我的讯息交给就是喜欢科学的人来看好那对我来讲这是很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就很喜欢科学所以那个我只要去贴文的时候设想说 诶我什么样的文章会吸引我点阅我什么样的文章会吸引我来分享那我只要至少我喜欢我就可以确定说有一部分的读者他也会跟我一样好那这个好处就是说呃这还有很多好处啊像是我还可以去预设他们的一些生活模式假设说他们可能都睡得晚那我就不要太早贴文那假设说那个我假日都会出门那我预设他们假日会出门所以我假日也贴文那可能呃晚上会很晚睡 所以我可能贴文就集中在晚上那或者说我会是期中考期末考就是像我去年来是学生的时候那这一群人可能很大部分也都是学生所以我在期中期末考的时候就贴一些就是打气的话啊然后寒暄啊这样他们就会觉得有互动对对所以就是呃如果你要经营什么样的粉丝团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你找一个跟你预期属性一样的读者的编辑来经营他那这样你就可以很顺利的就是扬出比较顺利扬出这个这个社群 好那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多互动多互动是一个很大的重点那我这边先讲一下一个东西叫EdgeRank他就是说因为像我们半科学虽然有12万粉丝可是呢我发一个讯息出去的时候不是12万人都看得到他只有就是跟你常互动的人然后Facebook才会把这个讯息贴给他对所以假设说像12万人里面他就会挑跟我平常最互动的像是假设5万人好了对然后所以这些人才会看到 这些讯息那也就是说你平常就要多跟不管什么读者跟他互动那互动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你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复杂就是说你可以去呃很认真回应他的讯息或者是你提问然后底下有回问然后你再跟他有些问答这个比较花时间那另外就是说呃你可能贴出一个文章然后读者在下面就是补充一些相关的资料然后你就可以回说哦找到然后或者是哦赞哦这样之类的就是很简单 可是呢针对Facebook来讲他的互动就会增加那他跟你的连结越增加的话你贴的讯息就越可能被他看到所以就是呃我还花蛮多时间就在上面跟人家不管是吵架还是就是按赞之类的所以因为这样你可以增加你跟他的理解那那个他就很可能变成是你贴讯息之后他会看得到那这个这个机制大概是呃两年多之前改掉 因为其实Facebook他以前一开始的时候是呃假设三千人订阅那我一发讯息出去就是三千人就会及时看到就有及时信可是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一则讯息出去之后他只会先让一部分的人看到那当这一部分的人会对这一则讯息有一些互动的时候这则讯息才会被Facebook判定为重要然后让更多人看到所以当我们现在在Facebook上面我常常会看到说哎怎么七小时前摸摸粉丝团贴的 讯息现在才被我看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一开始他出现的时候我跟他的连结没那么强所以当跟他连结强的粉丝跟这一则讯息互动久了以后他被Facebook判定为重要才贴到我的墙上来所以其实第一层跟你互动的读者是非常重要的好那要让大家就是愿意去互动或去share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讲的是你预期的受众他们有够你的语言好那假设说像 我刚才预期是可能18岁到34岁的中间就有一个客群那对于30岁上下的人来讲他可能就面临的是说他要成家他可能要买新房子所以呢有一次我就做了这一张就是青年成家办案然后来学那个银行一个一个非常正向积极的照片好但其实呢我不是要教大家怎么成家好他是其实一个寄居界保育的那个专案就是说寄居界现在很多要绝走 那因为他们没有壳那壳去哪里呢就是因为大家就是当纪念品然后买回家所以海生馆他就号召说大家把家里没有用的壳就会寄回去那我就觉得这很有趣啊我就想一个梗然后就是吸引大家说你只要30岁以下其实这只是一个引言啦他说家中有多壳就可以成家可是你其实是帮寄居界成家那大家就觉得很有梗然后他可能最近在成家觉得很困难那既然他可以多帮寄居界他就觉得好吧那我就来 所以这一则就被share了大概有超过4000次那那个海生馆还就是收到就是说什么不要爱寄居来了我这边也不知道要出一步啊所以就是你看你只要稍微有一点巧思就可以让这个讯息就是拖了更远因为你会一开始只是讲说哦海生馆有这个热血的方案你可能只触及了一两千人对那因为大家会觉得就是你要使用石球我喜欢丢变化球那其实这是第二波宣传第一波宣传呢就稍微比较像机率 就是我学那个不动场的状态然后就写什么海景第一排啊然后回南天成然后抗症那大家就是看到这个标语会想说哎是没有新的建案结果点一的发现是那个寄居界的保育状态那那个时候就是有两千多个分享这是第一波然后跟刚才那一波刚才那一波又隔了就是半年之后所以我们粉丝又成长了一大半然后所以share数又变跑了然后这边就大家又 我觉得很好玩啊然后就会有一些回复 好哎呃这边再讲一下其实说这个专案啊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最重要的资讯是你要把罗壳寄到哪里要联络谁可是呢你会发现说这么重要的资讯在这一则上面只有一点点好然后我反而是把比较有趣吸引人的放出来那这反而是就是超过我们的直觉我们通常会觉得说最重要的东西 我脚很大然后很粗体什么的然后要吸引人家注意可是其实我觉得在facebook上面应该反过你要是吸引住人然后他愿意把眼睛停留在你的讯息上面你才有机会把重要的讯息告诉他所以我会选择是先把吸引他的放最大然后当他吸引进去之后他才会去研究说这里面到底要干嘛 对那我觉得这个在facebook上面就是呃还蛮多人会忽略到这小细节所以就跟大家就是补充一下好然后另外这个这个案例呃有点超过我的意外就是说呃很多念因为我刚才有讲嘛我预设的学生是就是有理工科背景的好然后其实大家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毕业之后要干嘛比如说我念物理系我不知道要干嘛我念生物系我不知道要干嘛 对这是大家共有的心声那我那时候就办了一个简单的问答就是问大家说你有什么什么能干嘛然后就是我知道对然后意思是说你可能是已经毕业了或者是你有一些规划然后就欢迎你来分享对那这一则贴出来之后我们是用另外一个网站就是来做问答的互动结果他一贴出来然后那个四五系都爆掉因为太多人就是进去所以显然说就是你讲的是他们关心的事情然后他们觉得有共有他们就会愿意去参与 对这在社群上面的一个 对那另外也就是说呃有些没这么直接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都是呃很明确的目标嘛就是他们是学生那所以你讲学生的事他就知道可是其实有一些是隐含的比如说这群学生他小时候会看过一些动画那你讲讲过讲这个动画出来他就会知道像这个呃我们有时候伺服器会长期然后我就做了一张图然后跟大家讲说现在没办法连线那这对再做的来讲 大家可能无感可是呢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讲还有我相同背景的人来讲我看到这个图就会超兴奋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图是仿造一个风格就是魔音战士的风格你看那个卡风里面就是他这样设计就是警告的标志所以当我学这个风格做出这个图的时候底下就是没错就被我调到就是有人他小时候就看过然后一下子看出我在仿什么然后所以当我讲话的时候他就会就是跟我互动 就在下面演戏啊之类的那虽然说他们回复的那些垃圾画就是好笑跟科学没关系可是呢这些都要回到一个重点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他没跟你互动的话他就看不到你要Polo其他科学的修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那边打赛其实还是蛮重要的那至少我是觉得给自己一个理由啦 好然后另外就是十四梗十四梗呢就呃大家都知道嘛大家都比较关心十四比如说像嘛罪里吉亚啊然后那时候就写了一篇就是呃黑盒子的科学对然后大家就会有兴趣那像我最近在写那个哥吉亚的生物学对然后可能大家也会有兴趣希望对那十四就是有很多种那有一些不是新闻的比如我先举几个不是新闻的好 像那时候有那个反而起呢大家知道啦就是呃我是人我反而然后后面一个台湾好那他他这个设计后来就被大家超展开就是就是学了很多我什么然后我反什么这样然后呢那时候就是呃我们另外一个编辑他就用微积分的梗就做了这一张然后底下就超多人回复我来看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